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预测了 我都预测了 而且白纸黑字 我连明年的一个大选都预测了 你不裸奔预测没人看 李京欢迎鼓舞了吗 对 他们说现在你这个年龄的女性 感觉到我还有希望 我的未来还在幼儿园呢 我还在活到情人的作者的年龄 人家找的更年轻的 要不说法国人 他就是人家不像咱们这么土鳖 人家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什么事 对吧 就是你像杜拉斯 杜拉斯找的也是年轻小伙子 对吧 但是咱们可以看看 你看中国网友弄照片 就觉得喜欢八卦了 我们看看 李京 我真的想了解女性看见这张照片 是否觉得特别喜欢这个男的 就他能够跟比他大24岁的 这样一个女人同框 而且夫妻 你是说我喜不喜欢男的 还是喜不喜欢他们俩 不是 就是说这个画面 别扭 这个画面 对 你觉得别不别扭 还是你觉得很舒服 我可能有一个先入为主 就是说之前我看过 因为他在当经济部长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一个话题人物 他和这个女老师之间的这种感情 然后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 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他们把这个女的按错了 就讲他这个太太 就是穿衣服怎么有品位 然后就是他因为是一个比较 就大向往成为的女性 就是他自己的职业 也有一定的成就 然后就是他在这种关系里 也比较坦荡 所以呢 可能在他当选这个 这个第一夫人之前 网上就有过关于他的一些文章 是讲他的穿着品位 他怎么自信 坦然面对这种感情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 我就挺喜欢这个女的 而且呢 咱们先不说跟美国比了 这美国是另外一种模式的 我可以跟美国比一下 咱们看完下一张照片 你看就是跟美国比了 人家法国人说 美国人是什么水平 这个美国人是老婆比老公呢 小24岁 我们这儿呢 是老婆比老公就大24岁 美国总统激励全世界的男性 法国总统激励全世界的女性 你再往下看 好 就说这哥们 马克龙这哥们 我就没见过 一结婚就当了爷爷的 一结婚的同时 就是几个孩子的几个孙子的爷爷 你再看下边 这也是 这好像就是查理周刊 查理周刊 还在惹事 还在幽默 你再往下看 没了吧 你接着讲 我就说咱先不跟美国比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跟他前任的几个 几个叫什么 萨克奇 对 大柯奇的 你看他跟他太的关系 有人就给他比喻成为 叫战利品的收集者 因为他太的不是名模 就是 其实也是 你知道这男性 是传统的那种 我要征服 这些貌美的 然后那个奥朗德 又是另外一种 就是你比如说 他之前的那个女朋友 同居了很多年 那个忘叫什么名字了 奥朗德是摩托车手啊 那是后来 就是说他之前 那个人家认为 他是属于叫 就好像是比较投机 那因为那个女的是 她政治搭档嘛 后来也分手了 又找了一个 另外的也是一个名记者 就是不停 法国这种事 根本不叫事 不是事 法国像巴黎浪漫之都 就是这种男的跟女的结婚 年龄不同的人结婚 男的跟男的结婚 女的跟女的结婚 这在法国根本都不叫事 甚至在整个欧洲大陆 是 法国荷兰德国 他们对这些事情 都是非常的宽容 有一年 咱他邻居 咱说的那个 法国邻居德国 举行 好像是柏林市市场选举 忽然爆出来 其中一个候选人 是同性恋 你按在这事 要在某些国家 这你一下就完了 得票率连10都不到 最后这个候选人 特别坦然的说 我告诉大家 我就是同性恋 而且我在过去的20年 一直都是 但我一直忠于我的爱人 从来没换过 我这德国人一看 这些市场太忠贞了 最后高票当选 法国你说他多大的夫人 都没少 而且中国人特别逗 就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娶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女子 中国人就这受不了 怎么能行呢 反观就可以 反观也不行 一个老爷爷 娶一小姑娘 像杨振宁博士 跟翁帆女士 中国人也不行 你说婚姻 就得一定年龄相当吗 这个事真不一定 我是觉得这里面 还是要相信爱情 对吧 你相信爱情 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 虽然这么年纪了 还是相信 你相信马克龙 是真正的爱情 对应该是 他就是说到那个时候 说是17岁的时候 17岁的时候 他老婆是他的老师 说马克龙这个人 你看先是他老婆的大女儿 跟前夫生的了 大女儿是马克龙的同学 同班同学 回来跟他妈说 说这我们班来 我们这男同学 是一身不可测的一个人物 然后后来他老婆 就是说 我到今天都没有探到他的底 就不是说小鲜肉 很肤浅 而是他比他大 24岁 他老婆都觉得 这个男的不是一般人 我是相信他们之间 是有爱情的 你看他中间还挺曲折的 他不是说后来 这个父母 当然咱们说法国宽容 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人家父母还是觉得 不太妥当 说给他从雅眠市 又送到了巴黎 但是 分开了 但是有人也分析 就是说按照中国这种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说分析先 你看 他从这个到巴黎上了什么 第几大学 又上了什么国际关系学院 就他呀 一路走的 就是 法国政治精英 培养出来的一个精英教育的 这个 这条道路 就说他们家事也不显赫 为什么 是谁给他安排的 还甚至还当过那个 罗斯柴尔德家族 那个银行的 一个受雇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员 就是说 怀疑他背后支持他的 你说是他岳父他们家 他岳父他们家 好像是一巧克力大家族 是吧 就是一个 就典型的 马卡龙 就典型的中国阴谋论 是吧 对 典型的阴谋论 因为在这种法国选举 今年是跟以前完全不同 以前在法国选举 要么是个左翼的 要么是个右翼的 什么是左翼呢 就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大官坐中间 左边的就是革命党人 主张激进的 坐在议会右边的 就是保守党人 就是保守主义 那么现在左翼右翼 就一直发展到现在 在法国 要么是左翼 要么是右翼 但是结果发现 左翼干的 大家不满意 右翼干的 也不满意 所以这次就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 极右翼出现了 就是叫乐庞 乐庞他父亲很有名的 老乐庞 原来是他女儿 马里莲乐庞 那么左翼跟右翼 都出来合适代表人 马克龙就说 我是中间的 我不左不右 咱们一起前进 就等于是 把法国的政治光谱 完全打乱了 谁都没想到 有马克龙 这么一个 马克思的弟弟 就这么 马克龙的弟弟 就这么 出来了 就是这里面 有很强的 偶然因素 我们说也有必然 就是他这么多年的准备 精英教育 那只是说 有这个节点 也就让他出来了 你看还真是 当时就说担心 就说法国会不会选出一个床破 那种类型的 他们最后说 会不起飞 最后 人家 要不说 说人家 法国人心里还是平衡 尽管受到这样的恐怖袭击的威胁 也没有说导向这个极右翼 是吧 还是选择了一个似乎比较李克中的这么一个态度 是不是 但是你觉得马克龙这个人是欧盟的希望吗 很难说他是欧盟的希望 就说我这么说 勒庞给马克龙这两个人 马克龙相当于法国的奥巴马 勒庞相当于法国的特朗普 就是勒庞上来 就是虽然我们一直说的极右 好像把极右弄成妖魔鬼怪那样子 但是极右势力勒庞的党派 在这个地方治理层面 他做得非常好的 他们不是说 我建异端就消灭 建到少数民族就 把他弄成黑五类 他不是这么干的 实际上他有他的一套 严格的一个治理规则 所以我个人 假如我是法国人 那我可能会投勒庞的票 说这个可能政治不正确 因为勒庞他有一个强力的一个做法 或者说他有一个很强硬的态度 以及他的手段 像特朗普一样 他有手段 像奥巴马一样 奥巴马做了八年 你看给美国带来的变化 就是我们政治学界 有一个国际政治学 有一个分析方式 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实力 跟他的领导能力 以及综合因素 加起来决定这个国家的走向 过去的八年里边 美国明显是奥巴马的领导能力不够强 因为他不是美国的红二代 官二代 他在美国就无法调动一些核心的力量 现在马克龙在法国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 他年轻 资历不够 对 而且他成立这个前进党 还有一个他在议会里能不能拿到这个主要席位的问题 是吧 所以有可能无所作为 也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好像这次选举 让大家稍微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就是觉得从去年开始 英国意外的脱欧 开始就有一股浪潮 这种反全球化浪潮 这种什么鼓励主义的浪潮 像各种名词 一直到这个川普当选 我觉得达到了一个顶峰 就是全球好像都在对我们以往的这个这种 大家认可的一种模式 好像发生质疑 世俗多元化的价值观 对 而且全球化 我们都认为这是正面的 这是积极的 但是好像就去年 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浪潮 反这个浪潮 到今年先是荷兰 不是说有个荷兰版什么特朗普 然后他失败了 然后这个等于是这个法国大选 还是一个大家就觉得 还是一个比较比较稍微放下心来的结果 我觉得是不是到了一个拐点 很难说 但至少好像把这个 从去年以来的这个这个势头 稍微稍微杀了些车 让大家再冷静的想一想 就是我是感觉 比如我现在也不喜欢特朗普 这个我也觉得这个 他们投这个票 我能理解 就是你们认为 美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贫富悬殊 比如说这个全球化 和他们这个工作岗位的问题 但是你们找没找到一个药方 我是觉得我们 我认同你是美国出问题了 或者欧洲出问题了 但是你美国这个药方抓的对不对 你用特朗普就能解决掉你们的问题吗 但我们现在看 你这等于负作用越来越大 这个美国这个 就感觉到不停的在撕裂 然后你不同意 特朗普 特朗普是虽然说 我当时选举的时候 我是站在另外一边 但是我心理上觉得 特朗普上来 他干的可能会比希拉里 更有冲劲 更有那种改变的可能 现在看 确实特朗普的很多政策 他的执行力非常强 而且他上台这一百多天 他是百日新政 包括外交 包括内部 他把承诺的这些 他还真做了 但是这路子够格色 我就说联邦什么调查局 什么局长 你想想跟同事开会的时候 突然间试试 看看电视 我给撤了 这玩意儿 连通知都不通知 咱们先去下广告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下广告之后 你看 中国人怎么聊 都有段子了 就是说 姓马的确实厉害 我这一生只服姓马的 第一个马克思改变了我的思想 第二个马化腾改变了我的交流 第三个马云改变了我的消费 第四个马荣颠覆了我的人生观 第五个马赛克停止了我对人类文明的探索 又一个马克龙改变了我走上政坛巅峰的年龄限制 女大三报金砖 女大二十四当总统 李老师 现在赶紧去大学开始做讲座 希望就在这里 我觉得这些东西 当然固然可以有很多段子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感情之间它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模式 它可能就 就以前有一个段子嘛 说看了看了什么段 那个段壁生才知道这个性别不是不是问题 看了什么人缘台山才知道人和这个物种不是问题 物种不是问题 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种理论 就是他先是有感情了 可能才才去注意到你比我大这么多 我是觉得他不是说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去找到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相信比如他们遇到了 这是一个障碍 但是他们的感情是超越了这些障碍的 所以我相信他们 其实这里面还有文化因素 你看欧洲当年有著名的一个桥段 就是文学省的桥段 叫俄迪普斯情节 就是每一个男人 从生下来都有 世父娶母的冲动 就是要把他的父亲杀掉 娶他的母亲 就是每一个男孩在他的潜意识里都有恋母情节 我深度的怀疑马克龙是不是有这种情节 或者说他把这种情节演绎到极致 有可能吗 你比如说我现在对于中国有些直男癌 我的认识是什么 这个老男人 越老的越喜欢嫩的 越老的越喜欢岁数小的 咱就从这性的角度上讲 反而是较年轻的 就年轻的男孩子 他可能偏向于喜欢少妇 喜欢什么姐弟恋的 年龄大的 你年轻时候怎么样 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偏向于喜欢李晶这样的 那咱俩也太晚了 你就说年轻没退上本 青春期的时候男孩 好像是会对少妇 或者比较有风韵的那种 是会有吸引力的 但是呢就是 不是不是 咱别说我再说 你觉得他有恋母情结是吗 有可能 因为欧洲他能创造出这样的文学经典来 以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研究 这不是闹着玩 从文学上 哲学上心理学上 都有这种源流 我不同意 有这个源流我同意 我不觉得他是恋母情结 因为我觉得他们俩在精神上是比较平等的 虽然有一个年龄上的一个障碍 这个年龄差异比较障碍 但是你看从这种人的回忆来说 其实这个男孩是比较早熟的 而且你看他说 他不是他女儿是他同学吗 就是说像他母亲介绍 像你刚才说 他说我们班里有一个无所不知的一个同学 说明他在精神层面上 他已经超过他的同龄了 所以我觉得他跟他这个老师 我觉得他不是说把他当成母亲 把他当成母亲 这个是对他是一个宠爱的一个关系 是是是是 他俩在精神上 是能够平等沟通交流的 我其实也跟一些朋友聊天 就是当然先都是大叔了 他们有时候说 不太理解喜欢小女孩 他说为什么 我老大哄着他 我跟他聊不起来 有的人就喜欢他说 有的就是说年龄大一点的女性 他就是我也不依赖你 咱俩各自独立 有需要的时候 咱俩交流交流有什么 但是我不祈求你 我们俩无论在情感上 经济上 是什么上 咱俩都是平等的 说这样呢 就不累 他起码直觉上是不累 实际上更深层次的 我觉得就是一种平等 一种独立 我觉得他俩是这种关系 并不是说这个 这个是扮演妈妈的角色 我对你无限宠爱 我这我倒不同意 对 那是这个王冲老师的情景 你说的让我想起了一首诗 叫志向术 就是我们的彼此生长 术情是吧 灵娇花 没错 我绝不做什么 拍颜的 就是一棵树 那个是老树 一棵树是 我其实看到一个调查 说是北京 44%的女性是单身的 我一看到这个数字很惊讶 但现在很多女性 无论是刚毕业的 或者工作很多年 她经济上独立 有着自己比较小资的 雅致的生活 要嫁给一个男人之后 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天天洗盘子刷碗做饭这些 她可能不愿意 而且这不仅仅是北京了 好像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石头 真的 这就像人的这个需求啊 总是从这个生理欲望逐渐往上走 我觉得呢 有些人呢 他实际上还是从这个情色呀 色相这个地方 在看这个 也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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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说呀 人家有的人混的吧 早就超越这个色相 性对人家来说不太是一个问题了 你比如说 我就说那个约翰列农 和那个小野洋子 还是大野洋子 咱不能说大野洋子长得多好看吧 但是在人家约翰列农眼里 那就是 真是可以相依 而且两个人呢 真叫志同道合 我在举例 就比如说 我这样说也是政治不正确 或者是叫什么价值观不正确 我一直就在想查尔斯和这个 他后来叫什么卡米拉这个例子 你说他跟卡米拉是不是真爱 卡米拉比他年龄大 你说查尔斯王子会不会有恋母情节 他跟这个卡米拉 我觉得他有一点 但是你看他 他其实他跟戴安娜的这个 这种沟通实际上是有差异的 他就说戴安娜就跟他聊不起来嘛 好像有这么一种 但是跟那个卡米拉 卡米拉多年就扮演这样的角色 像一个姐姐一样 你有什么烦恼 有什么 在他就得到了平静 那个肯定是缺母爱的 因为跟母亲毕竟是一个那种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像他这种 其实你看那卡米拉 当然不能跟戴安娜比了 但是为什么你看他 这么多年来 就认这么一个大姐 真的 所以说 也是一种情感模式 我觉得人家是 人家这个欧洲人 你看还是活出自我 就说这事儿 舒服不舒服 之后我知道 你觉得中国人吧 有些时候太受周围人的眼光影响 感觉找个老婆 或者找个老公 一半是为自己找的 一半是为别人找的 甚至于有的男的会说 哎呦 我找一个老婆带不带的都去 或者说 人家说 哎 这长成这模样的跟你配不配 你知道吗 中国就是这种小市民的气息太重了 哪像人 法国 对吧 老树开心花 不是 我相信他们两个 就是过去咱们讲情投 一合 我老实讲 情投很容易 一合很少见 你很少见 因为两人爱一把 很容易 但是能够一合 他才能够 这是文化 这是文化差异 这是巨大的文化差异 在中国那不是情投一合 那叫门当户对 而到现在 大家更重视这个门当户对了 就是先问 比如北京一个女孩子要家人 先问 哎呦 你家哪的 外地的吗 父母有没有社保啊 都会几套房子几家人都会问这些东西 反而在西方 他已经走出了那种物质匮乏的时代 他这方面 两个人结婚也不会考虑谁买房子的问题 是 经常是两个人都四十了 说我男朋友怎么样 女朋友怎么样 我们合伙 琢磨买个一局室 哎 过得挺开心的 哎 你真的想起他们那国旗 叫自由 平等 博爱 这叫超越种族界限 对吧 马卡龙当选 也就反映了人家的主流民意啊 马克龙 马卡龙 马卡龙 巧克力当选 就是反映人家主流民意啊 超越族群的界限啊 这人家本身这夫妻俩超越年龄的界限 对吧 他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谁爱怎么活着 谁就怎么活着 对不对 咱们感觉这个多么 所以反观 你有时候从中国流传的一些段子 你会觉得就是 有时候不让你那么舒服 或不叫段子 就是一些传言 就他老是觉得 你们俩这么 比如说违反一个世俗的一些东西 肯定里面是有一些 不可 不可告人的一些东西 肯定里面有交易 所以就编出来了 说这个女方家里怎么有势力 怎么来去 怎么去打造他 实际上他不是说 也是一个小的家族企业 也没有那么的 像人 像人家渲染的 那么大的一个实力 但是我们宁愿相信 马克龙没靠老婆吧 我们互联网上有一个特别特异的功能 就是能把所有的美好的事物 都以恶俗的想象 加以段子化 而且都变成一种交易 他能找这么大的 肯定是有交易 他们都愿意这样想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咱们还是喜欢老七少夫 这种话题比较吸引人 但是咱们还是得聊点正经的 马克龙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政纲 他好像基本上还是要讲究将来欧盟更加统一化 甚至就说成立欧盟议会 甚至比如他讲究对英国 咱不能惯着他 他不叫脱欧吗 还要什么特殊待遇 不给他什么特殊待遇 他现在基本上这么一个立场 是吗 对 是这样 马克龙跟勒庞 他们国内政策我们先不谈 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马克龙是支持统一的欧盟 而勒庞是反对一个统一的欧盟 所以法国在欧盟里面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欧盟最早的时候 就法国跟德国两家坐在一起 说你也打不过我 我打不过你 你也占领过我的首都 我也打过你的人 咱就和好吧 就决定以后大家和好 和好的有一个具体的措施 就开始琢磨着一些经济的一体化 煤钢共同体 然后从两个国家为主体慢慢的扩大 后来英国一看 这事挺好玩 就进来了 就欧盟从双雄病例变成三架马车 结果英国一看 这事又给我没好处了 就撤了 这时候德国跟法国的作用就尤其的重要了 德国现在还是默克尔 而默克尔在选举中也可能会继续连任 只要是德国不变 法国支持欧盟的力量在政权之上 那么整个欧盟的一体化基础就会存在 而欧盟一体化给整个地区的人带来的收益是远远大于损失的 其实它的货物的一体化 包括劳动的一体化 是欧盟整体是从中受益的 我也希望 就是一去咱们十几个深耕国家随便玩 对对对吧 他刚刚任命的那个总理说也是46岁 最近就是昨天对对对 然后也是说据说是德语说得很好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种 德国挺喜欢他的 而且当然现在现在德国就得看他 就是说你法国这个经济能不能搞起来一点 就是就是说好像总是脱后腿经济 这个欧盟 你说德国我真的觉得不得不佩服他 你说就这么一国家 二战一战给打败了 二战给打成那样 废墟上重建 好像他就是永远他经济就能欧洲第一 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用欧洲人的说法就是说 德国就是我们欧洲的霸主 所以很多人是反德国的因为他太强大了 就是德国变成一个中心 其他一些小国家什么匈牙利都给德国打工了 没错 法国也觉得自己出损失 但是法国的主流还是还得合作 当年二战的时候 意大利就是他有名的猪队队友 全是德国拖着这个引擎 德国战车 拖着欧盟往前走 但是不如说那个当时希特勒对摩斯利尼 有一种很神秘的那种很奇怪的依恋 所以老旧他不欺贱代价去救摩斯利尼 因为我们有关运文 比较干YT 弹幕 优优独播剧场 我觉得这是因为 甚至是第二次 这陆优独播剧场